這是膠蓋不是鐵蓋 可以在這裏轉了孔 可以插些銀條來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燈 我今次做了一個進階版的銀離子方法 有什麼不同呢 可以給大家看看 今次進階版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用了玻璃杯 我找了一個香咖啡的玻璃瓶 它是膠蓋不是鐵蓋 可以在這裏轉了孔 可以插些銀條來 因為用玻璃瓶比較好些 水質就會有 因為膠瓶始終都會 有時候用得太久 會釋放一些膠出來 所以用玻璃瓶是比較好些的 另外如果有些朋友 會見過有些外國人 他們會用一些阻子 放一塊阻子在這裏 然後就會開動阻子 下面就會轉的 有一個東西在裏面 靠瓶鐵會轉的水 轉的水有一個作用 就是把銀粒會積聚一塊一塊 水會製造出來 那些粒子會幼些 沒有那麼多一塊 沒有那麼大塊 會好些製造出來 那些是均勻一點的銀離子水 所以外國人就會用這些儀器 令到它轉 我都可能會自己製造一個風扇 下一次我會自己製造一個風扇 加下去令到它轉 即是攪拌一些東西 攪拌著來做電解 下次再做這個 如果我們沒有方法令到它轉 也有些外國人會用另一種方法 這些打氣的魚泵 在外國很多人都會這樣用 打氣出來的 這裡我開了一個洞 就可以塞一條喉進去 就可以打氣 打氣的時候 會令到水有動能 會動的水 水動的時候 令到銀粒不會積聚那麼大塊 不會那麼大塊的時候 就會做出一些比較均勻的 一些微小一點的銀粒子水 這個是進階的做法 如果你沒有也不要緊 只不過是進階一點 可能想要求高一點 做出來漂亮一點 就用這些方法 開啟了魚泵 打氣就不用太厲害 現在這樣也OK 不要太細 太細又沒有什麼作用 動不了水 太大又好像水滾一樣 中等 最主要的作用就是 令到水不斷轉動 可以令到銀的微粒 就會均勻一點 不會積到一塊塊 這樣製作出來 如果用電芯用得多的話 用三塊以上的話 會隔一兩個小時 看看銀條 有沒有變黑 如果變黑的話 即時拿出來 變黑了即時拿出來 用白潔布先擦一擦 用綠色的白潔布先擦走 先擦走那些黑色的東西 然後放回去 然後再繼續 如果之前是用正腹極 可能之前是這樣的 下一次擦完之後 再製作回的時候 再丟回 丟回 再丟回 然後再夾 剛才是這條黑的 可能換了之後 下一次就要到這條黑的 有什麼作用呢 最主要就是 正極的銀子會分解 正極的銀子會分解 如果長期夾著正極的話 會沒有了 會用得越來越少 越來越沒有 沒有了的時候 這邊有很多 但這邊沒有了 就不要了 所以偶爾就交換一下 他們就會很平均去分解 每次清理完 就換一換正腹極就可以了 記得每一兩個小時 觀察一下有沒有變黑 如果很黑的話 即是說電流太急速了 所以就清理一下 就不會太容易黑 如果大家做到差不多了 六個小時了 不知道完成了沒有 可以先停一下 拿起它 拿一瓶水質測試筆出來 開著它 放進去測試 當然沒事了 因為剛剛才 這瓶水是未做的 所以放進去正常的話 會有毒素出來的 好 希望這個方法 可以給大家一個啟發 不錯的一種方法 不錯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因為youtube近來不太支持 大眾去討論這些題目 所以我有時候 其實我很多的作品 很多的想講解一些方法的東西 都想在這裡和大家分享 但是不說得太多了 那些字眼也不能寫得太明顯 因為那一條影片沒有盈利就不要緊 但youtube會令你整個channel 因為我已經不想這樣 所以可能一些深入少少的議題 可能就會在其他影片上 或者在其他平台 或者Facebook或者其他 放在其他平台上 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些的話 可能去留意一下我Facebook 或者我的IG 我會不定期在youtube上 就不放太深入了 那些資料性的東西 因為有很多敏感的東西 就不能講 所以就希望大家留意一下我其他的平台 好如果大家喜歡我這個影片的話 請記得分享給大家的朋友 記得點贊訂閱和分享 我們下次再有新東西再推介 就IGFacebook見 好就這樣拜拜 為什麼我會認識銀尼紙 有些網友就問我 這種方法在哪裏學回來的 最多人說的問題就是 他們會說這些朋友未聽過 為什麼一條紙一條黑色 一條就有很多一塊塊的東西 覺得很害怕會不會不用得呢 這些出來的水會變黃 變黑的為什麼 用不可以用的 又沒有問題的 為什麼有些人用3塊9W電 有些人用5塊9W電 可以不可以的呢 或者用12W 或者自己用高一點的電壓可以不可以的呢 可以存放多久 但是這條紙一條水會做出來之後 但9條問題是少人問的 就是可不可以噴在衣物上 皮具或者皮褲也可以的 第十條問題 9W電 9W電可以用多少次 好,看一下好處,不是這麼多V199的明末 少了很多的明末 測試一下,現在是多少 嗯 嗯 三部剎 横頂的鞋 6度 6度 即是還沒夠 可以加速度 因為這次手藥多了 搭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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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